政府近年陷於無地可推困局 再加上將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 由過去六四比改成七三比 私留供應量進一步推低 最新屋與儲資料顯示 6月份市場須有4個私人住宅項目動工 涉及527個單位 總結上半年動工量只得2719個單位 除較去年同期的8360伙大減67%外 近創2011年以來9年同期最少 同時,總落成量亦偏低 上半年只得5734伙落成 緊達測股處預期28% 全年達標機會渺望 屋宇署資料顯示 2019年6月份全港共有4個私人住宅項目動工 涉及單位共527伙 雖然較5月份的1伙增加526伙 但總結 今年上半年累計動工量2719伙 較去年同期的8360伙大減67% 創2011年以來的9年同期最少 4個動工項目 最大規模為新地沙田多石街地盤 提供單位335伙 此外,新地系內荷民田達子道西195號 以及行地旗下西半山西摩台6號 及羅賓神道62C號 亦與同月展開施工 2個項目分別涉及101伙及90伙 九龍塘斯坦佛道12號1伙 亦與同月動工 連同上述項目 2019年上半年全年共有 16個施宅項目動工 涉及單位總數2719伙 道中二九龍區的施工伙數最多 涉及5個項目合共1561伙 單位佔整體比例約57.4% 港島區則共有8個施宅項目動工 單位數量共756伙 佔整體比例約27.8% 新界區共有3個項目 合共402個單位動工 佔整體比例約17.8% 李家國地產研究部主管陳凱潮表示 上半年施宅動工進度放緩 為仍有不少項目可望於下半年開展 加上發展商利用自身土處開展的其他項目 全年動工量要達約1.3萬伙水平 除動工量偏低 落成量也同樣處於低位 資料顯示 6月份有5個私人住宅項目落成 涉及1871個單位 雖然按月回升約38.9% 並創半年新高 但總計上半年僅5734個單位落成 不但較去年同期6236伙減少約8.1% 與去年下半年14748伙相比更下錯61.1% 創四年新低 若與差股處預計2019年全年20415伙相比 今年上半年私人住宅落成量僅佔約28.1% 按地區劃分 今年上半年以新界區的落成私宅單位數量較多 該區共有14個項目落成 涉及單位總數約2617伙 佔同期整體私宅落成量約45.6% 九龍區有5個項目落成 涉及單位總數2127伙 佔同期整體約37.1% 至於港島區則有6個項目進攻 涉及單位總數990伙 佔同期整體約17.3%